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命运应该很吸引你吧,对不对?所以要虔诚拜佛 老师说 希望大家一定要在在的振作心力 发现你的心无法专注的时候,听我说 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会发现心无法专注 请你不要着急,平常就这样 只不过是没有发现 平常就这样 就是可能比这散乱还严重 因为现在还是提起精进用功的时候 越是用功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越不好用 怎么这么散乱呢?让你很气又很急 这个时候要耐着心调他 一点一点的劝他打他 用胜利和过患 一点一点的去调服他 那我想大家有做过这个精进用功 精进佛妻的经验的人应该都是这样 因为你在佛妻精进用功当中 其实你那时候要特别专注 心要特别安静下来要特别专注 要去很虔诚的原念佛号 或者是要很虔诚的听闻思维法义 那种环境之下 尤其是比如说一连用功七天 用功三四天的时候 你就会有感觉 这个心怎么这么不听话 原来平常这个心这么招乱 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会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老师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叮咛 说请你不要着急 这是平常就是这样子 只是还没有发现 好你碰到用功的时候 你会发现 然后特别讲了一个 请你不要着急 好否则你发现 哎怎么还是这么散乱 你就又很气又很急 然后说你要耐得心调他 怎么调他呢 一点一点的劝他打他 怎么劝他怎么打他呢 用胜利过患 一点一点的调服他说服他 你的心要常去想 好 那这样子安静即静收拾下来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跟法相应的好处是什么 那这样散乱的过失是什么 按照你闻思道的这些胜利过患 一点一点的在心里想 其实呢 这个训练啊 不只是你在精进佛期的时候 才做这样的训练 我们平常听法的时候 就要做这样的训练 听法的前行 是不是要思维文法胜利 对不对 那反过来讲 那当然就是说 你反面想的话就是 哇那如果 不这样如法听文的话 会有多大的损失 会有多大的过患 好 所以那我们听法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需要专注宁静 也是需要我们的心 专注宁静下来 对不对也是一样 所以平常如果你肯 好好做听闻鬼里的话呢 这个就是你以后 深入闻思 深入这个精进用功的时候 一个很好的前行 那讲到这边我也再说一次 那这个听闻鬼里啊 听闻前行 还有正听的时候状况啊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老师以前 在如何研讨广论的开始里面有讲嘛 你正听的时候 你听的品质如何 是取决于你前面前行做的序流如何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其实每一次听法 你都要很认真的 祈求上司三宝的加持 要很认真的思维文法胜利 好 然后听的时候 要认真的断气三过句 句六种响 听完了之后 要用蒙力欲心回向 那我最近听到老师对声团的指导也在提这一点 老师希望大家你心里要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说你每一次听法的听闻鬼里都要进步 你要这样子撤离这里 每一次听法的听闻鬼里都要进步 好 那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除了一方面每一次听闻的时候 你都要按照听闻鬼里这样去练习这样去做 还有一个什么 每一次听法完之后 你要做一次听闻状况的总结 你总结一下 诶我刚刚听法的状况怎么样 好要做一个总结 那总结的原则一定是什么 总结的原则一定是 老师讲的 先肯定住你做好做对的部分 肯定住你有成长跟收获的部分 一定是这样 好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听法前是很疲惫的 但是你在听法的疲惫的状况之下 你还是想努力听 虽然你没有听的特别好 但是请问你在疲惫的时候 你还有一个正念正知 你想努力听 你一直持续这样做努力 这是不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这是 甚至呢你说啊我今天听法前呢 这个我做了很多城市生团的事情 好还是很多这个在法人啊 服务啊做义工的事情 所以他让我有点累 让我听法的时候有点累 可是你仔细想 前面你城市深重 在法人啊做义工啊这样付出 这是不是你的资良 所以他不是你听法的障碍 他是你的资良 所以这个也可以放你听文总结里面 你说我今天听法前我有特别积资良 要从这个角度想 要从这个角度想 然后再发现说那我今天的 听法状况是怎么样呢 是 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散乱不集中 什么时候开始昏沉变重 你仔细回忆一下 那我下次在同样听这段法的时候 我就会注意 好那我下次要让我这个不散乱 这个精神集中的状况 跟时间要更长 我下次要对我的昏沉更有警觉 你可以这样提醒自己 做类似这样的听文总结 所以在讲一下 每一次听完法都要做听文总结 目标是什么 目标设定成每一次听法 我的听文规理都要比以前再进步 那因为文思修的次第是决定的嘛 对不对 文思修的次第自然是决定的话 你只要听文持续进步 你后面的思跟修是不是 就会持续进步 一定的 所以平常那个 儒家圣人讲 狗日新日新幼日新 我们平常讲一个修行人 要日新幼新 对不对 天天过新日子 他关键什么 关键的绝效就是老师讲的 你只要能够让你每一次听文规理 每一次听法的听文规理 都有在进步 那你要做到狗日新日日新幼日新 不会太难 好 这我们就顺便一起讲一下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现在拜佛的时候 你发现散乱了 也是一样不要急 用胜利过患 好好的说服自己的心 然后 做一次总结 肯定住自己做对做好的地方 下次拜的时候呢 再进步一点 下次拜的时候再进步一点 是可以这样做的 好 后面老师说 经过很多次很多次这样的佛三佛四佛七 或者佛三十 三十天哦 现在还不敢想嘛 佛三十的话 一天三千 我不知道有几个人会报名 到那个时候 可能透过拜佛 可以得到你心里想要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有人想获得心灵的平静 有人真的想要原谅周围的人 有人没有自信 想要对自己有信心 那个时候有的人就发现 诶 拜完佛之后 似乎发现一个全新的我 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为什么 因为身心气质都改变了 如果身心气质改变 那么此生就改变了 此生后面的命运都改变了 由于什么带来的改变呢 拜三十五佛 好 所以这边老师说 你透过持续的佛三佛四佛七乃至佛三十这样的用功 然后老师说佛三十 一连用功三十天每天三千 好 其实一连用功三十天每天三千 你有没有算过 一次佛三十就可以拜完十万大礼拜 十万哦 这样 好 好好发现 现在我们将来就都有具足条件可以参加这样子的佛三十 一次精进进用功就完成十万大礼拜 好 然后老师说 到那个时候呢 可能透过拜佛 可以得到你心里想要的一些东西 好 想要获得心灵平静的啊 想要原谅周围的人啊 没有自信的想要有自信啊 好 因为透过这样拜佛经罪即使是很容易实现的好 所以老师说 有的人就会发现 哎 拜完佛之后好像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我 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然后老师说为什么 因为你的身心气质都改变了 然后如果身心气质改变 此生就改变了 此生后面就改变了 当然 未来生的命运也改变了 这个改变怎么来的 就是 拜三十五佛吗 净罪即使的效果 其实这边讲 身心气质的改变 身心气质会是什么样 也是你夜感的嘛 对不对 你通过拜佛净罪即使你的夜 快速的调整跟改善 真的是 可以显现在你的身心气质上 没有错 好 那 我前一阵子我手背有点受伤 这个拜佛拜的比较少 那现在这个 手背的伤慢慢好了 我就开始慢慢再恢复 那个拜的比较多一点 其实那个拜佛比较少的时间 跟现在拜佛比较多的时间 我一对比 就有这种感觉 老师没有讲的时候 我还没有觉察 老师讲完之后我发现对 其实就是 我还没有恢复到以前那么大的拜佛的量 但是慢慢再恢复过程 我就突然发现 我每天过日子的态度跟心态不一样 我仔细对比 我可以体会出来那个差别 就是如果你真的每天有持续保持认真拜佛的话呢 跟你 不太拜佛的时候相比呢 很奇怪 你自然然你的心态就是会积极很多 好 你面对一件事情你的主动性 你的积极性 还有你的精进的态度呢 就是会很不一样 然后呢 其实外在环境的顺缘 也会很不一样 外在环境的顺缘也会很不一样 有时候呢 比如说 你也不知道你这半天之内 你能不能完成那么多的用功 那么多的学习 还有很多承担的事情 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知不觉的好像 都很顺利的完成了 或者说你突然想到 很多你以前没想过的 可以同时处理它的方法跟角度 都突然想出来这样 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些顺缘 好 然后你就 在你原来觉得不可能的时间里面 完成了所有你该要完成的这个 学习跟承担这样 就是你仔细去对比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变化 内在跟外在变化都有 好 所以的确拜佛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自己 是真的是这样 因为业改变了